天气越来越冷了,心梗发生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心梗发生之前有五个征兆 虽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对这个常识能够做到 早预防,早发现,早诊断,早治疗 以便出现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就是胸口发紧和胸口疼痛 很多人在心梗发作的前几天 会不间断地出现胸口的发紧 持续时间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 慢慢会出现逐渐加重,还会伴有胸痛 第二就是出大汗 胸口疼时出大汗是心肌梗死的典型症状 如果你出现了过敏原因的大汗淋漓 这个时候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就是我们左肩背部的一个疼痛 挨压局部找不到一个明显的压痛的地方 而且这种疼痛与劳烈有关系 持续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 第四就是感觉到呼吸费力,气不够用 有的患者甚至出现呼吸困难 第五就是心跳加快,面色苍白,恶心反胃 如果你出现了以上的症状 持续时间十几分钟还不能够缓解 应该立即拨打120去医院就诊 我是徐医生,关注我了解更多 健康小知识